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创作名叫做笔峰之下 笔峰其实是独山里面一座比较特殊的山 它在独山的意识族谱里面有明确的记载 在独山的东北部有这样的山叫做笔峰山 它的外形是接近于唐代的基居笔的形状 这个也是由于独山世世代代他们一种重学上文的精神 所以他们为这座山取名叫做笔峰 希望他们的后人也能够保持着他们这样一种对笔的崇敬 然后能够在学习的路上进行追求 我的作品想要表现出笔峰山它单独屹立于独山的整个村庄的正后方 想表现出它这样的一个画面 在它的云雾缭绕的状态下 把它这样的一个画面给表现出来 为什么选择独山村它的村民 也是因为在这个村庄里 它除了拥有着丰富历史与人文的夜市宗词 包括夜市族谱以及有着自然资源丰富的 以及自然资源丰富的天马山和作为他们精神象征的笔峰山之外 其实独山村村民它也是一个历史的承载者 包括我自己在走进这个村庄里和他们相处的这一个时间中 他们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 然后我也想就是在让更多的人去发现 除了这个建筑和这个自然风景以外 他们每个人的一个故事 也希望通过我的作品呈现出独山村 包括人在内的一个全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